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回程中 师伯牵着她的手 然后而且还买了一件毯子给她 那一次就让她深深地感受到说 这个丈夫真的是她一辈子的依靠 那当孙结婚几年了 大约应该有四年多 好久 所以真的这段婚姻是大概四年左右 她才真正把整个心定下来 各位好 欢迎来到《大爱的会客室》 为您推荐的好戏阿燕 今天戏剧走到了第五集 欢迎到这两位来宾 首先是我们的编剧 来 金灵 金灵好 主持人好 全球的《大爱》观众朋友大家好 接下来这一位是第一次 光临我们《大爱》会客室 我们欢迎刘志翰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志翰是第一次演《大爱》剧场 对 然后又要演《真实人物》 虽然这个人物现在不在了 但是毕竟他这个存在过也是高龄几岁 八十几 他是民国96年往生的世博 那所以应该是大概几乎快八十岁 对于师兄他这样子七八十岁的人生 一定有很多的阶段 可以让你一一地来了解这个人 他整个人生的变化 他大概具体上面个性的年轻到年老 有没有改变 南山师伯这个人说来其实也是一个 在日剧时代 他是受日式教育的一个男性 那本身因为家里的环境也不好 从小就是由他阿嬷独立地抚养长大 所以一直到他的那个娶妻之前 其实工作都非常辛苦 然后在那个做煤矿的那个过程中 他只要有一挖到煤矿 一赚到钱 第一件事情想到的就是立刻回去孝敬阿嬷 所以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 孝顺的人 这是你可能在形容他的时候 其实印象最为深刻的 是他在演他的时候应该 因为他不在了嘛 所以一定是他众多的亲朋好友去形容他 你还记得第一句人家怎么形容赖南山吗 师姑第一次形容给我听的时候就是 我的脾气很坏 所以这个就第一个叫做脾气不好 脾气不好 那可是就是他为什么会脾气不好 可能就是我要去了解 因为人性本善嘛 很难得有人脾气就是这种不好 才知道说原来他是很多的压力 一直压在他的身上 他一方面孝顺阿嬷 然后一方面又想要做给阿嬷看 那又带了这一夹子 因为他是红酒的嘛 然后他就希望能够把整个东西扛起来 证明他是一个可以做得到的人 所以难免可能这种压力压着他 让他的情绪就没有那么好 因为过去演戏的时候 如果是虚拟的人物 你大概可以从这个台词剧本 可能去发挥一下 自己可放可收的状况 顶多只是你模仿个谁 去慢慢地揣摩 这次因为有一个真实的人物 也许他亲朋好友就会想说 要看看我们志涵爷爷 像我们的爸爸 你会不会显得压力也很大 对 我其实这方面是真的蛮有压力 因为这毕竟是真实存在过的人 对 那所以说跟他相处过的人 你都会知道他的一些小动作 细节什么的 那我就必须要一个一个去问 可是问到最后都是 大家都会讲同样一句话 脾气很壞 那因为他是受日本教育 好比他的相片你应该有看到 有 但是因为可能会已经比较年长了 小时候比较没有照片 他大概是三十多岁的时候 照片我有看过 因为他受日本教育 他对于自己的打扮都很中规中矩 所以你可以从他可能站姿 或者是什么样的行情 会知道他可能言行举止 会是什么样子的人吗 他很喜欢穿西装 而且我觉得他对于流行 还蛮有一些sense 蛮有时尚感 对 蛮有时尚感 在那个年代是真的 他是有时尚感 所以像师姐在跟他说 他们家应是招他进来当丈夫 男生为什么会愿意 因为你去问到谁才会知道 男生他会愿意的背后的原因 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 当然也是就是透过师姑 由师姑这边的一个说法 来让我们了解 就是说当年男生 他因为本身家境比较不好 然后那时候 其实他的家族的一些长辈们 都还说男生很可能就一辈子 要做罗喊卡 对 户泡泡 阿妈也很烦恼 说这样怎么办 因为赖家也要延续香火 对 所以后来当南山 他跟燕玉 他们等于也有点小对护 就是也有每人介绍这样子 那是南山蛮主动 就是要去争取 要这一门婚事的 那他就愿意入罪 那当然燕玉的父亲也很高兴 就觉得说 男生的家庭背景方面 也還單純 對 就OK 就入罪這個女婿 是 我覺得 從我看戲劇的感受 師姐應該 第一 她排斥這個婚姻 第二 我又不認識她 所以我覺得她可能 對她觀感不會太好 你跟師姑聊天的時候 除了她講說脾氣很壞 她還有說她 什麼樣子的情緒出來 其實她應該就是 那個時候太年輕 沒有準備好 對 就是還是孩子 她不懂得婚姻是怎麼回事 她應該心裡面 也有相當大的壓力跟惶恐吧 她有沒有說到 她大概到什麼樣子的 一個年紀才願意去接受 她身旁這個枕邊人 其實她跟先生的結婚 前幾年 幾乎其實也是爭執不斷 然後吵吵鬧鬧的 然後也甚至有動過 這個離婚的念頭 對 那是一直到她生了 那個阿應 這個女兒的時候 她說有一次在跟師伯 一起回阿嬤家 在回程中 師伯牽著她的手 然後而且還買了一件毯子給她 那一次就讓她深深地感受到說 這個丈夫真的是她一輩子的依靠 那當時結婚幾年了 大約應該有四年多 四年多 好久喔 所以真的這段婚姻是大概四年左右 她才真正把整個心定下來 那其實剛剛有提到說 男生師兄他應該是 他很孝順 他會因為孝順這件事情 而去讓自己趨於這一段婚姻嗎 這個師伯他有讀到小學畢業 在那個年代能夠讀到小學畢業 其實是相當用功 那日本的文化裡面 其實入贅很平常 真的嗎 對 雖然他們有大男人主義 但是在這個社會裡面 他們男人入贅是很平常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她應該就是受到這種教育 然後還有一個她自己家境的關係 還有身上背著阿嬤對她的寄望 所以她才會一人決然覺得 入贅沒有關係 以師姐來講的話 她是完完全全就服從 父親跟母親的決定 她自己有刺著表表達一些 她不同的想法 一剛開始 她當然是不願意接受 所以就會有發生那種 妹妹來通知她說 爸爸要把你安排跟人家相對看 她還故意繞到那個走別條路 就不讓那個人碰到 就是不讓南山看到她 然後然後就是要到家裡來的時候 她也故意裝很多理由 就是不想見面 就也讓養父母知道說 其實她是不願意接受這樣子的一個婚姻的安排 因為雙方也不認識 然後也不知道對方個性 然後這樣結婚這什麼叫結婚 其實對她那個年紀來說 她真的不知道婚姻是什麼 婚姻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然後結了婚要做什麼 其實對她來說她沒有想那麼多 她只是覺得說自己還年輕 為什麼這個時候就要結婚 對 所以其實感受到是兩個人都因為孝順 對不對 某一個程度上是因為孝順的關係而去成家 我想在那個年代很多人大概都是這樣子 請大家往後繼續看我們的阿燕 感恩兩位今天分享 感恩 感恩 感恩收看今天大愛會客室 我們明天見 我覺得我跟志翰哥合作 導演有幫我們稍微改了一些比較趣味的 像結婚當天第一次見面 那我們看對方的方法是 我看她 她看旁邊 她看我 我看旁邊 我看她 我覺得蠻有趣的 讓我們去知道兩個人心裡是在想什麼 對不對 打量 互相打量 所以其實在那個征戰已經在此刻開始醞釀了